关心病不能乱停药 关心病的患者一定要记好了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关心病的患者啊需要长期服哪些药呢 这个问题啊在就诊的患者里边会经常问到 那这个问题本身呢在中医文化里边是不成立的 说自古以来有服药时间比较长的 有丸剂酒剂可以便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 只能说现代医疗在退步了 但回到现实里边有关于关心病 或者是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疾病了 经常患者会问说我这西药停不停呢 总的用药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也是针对我所有的这些患者朋友们叮嘱的一件事 这么重要的事情在详细讲解之前 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 好好的看需要注意这些内容 第一呢就是所有的西药 包括你吃的这些抗血栓的药啊 抑制血小板凝集的呀 避免血栓形成而堵塞血管的这些药物 比如说像塔丁类的 像阿斯匹林这些西药 在你服用中药开始的阶段 一定不要停 不要停 不要停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记住了 因为我们在身体服用这些西药已经形成了一个平衡 如果你忽然停药的话 是很危险的 这也是来我这里就诊朋友一定要注意的 当然了特殊的情况 比如说你刚吃了三天塔丁 而且还有很大的副作用 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在开始吃中药了以后就果断的停掉它 但有的患者是问那我这西药是不是吃一辈子呀 不是 当中药起了作用以后 你要时刻观察你的这些指标 在西医专家的指导之下 西药要逐渐量的去减而不是突然的停 关于中程药呢 有些药可以用于急救时缓解症状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血管的新生啊 改善局部的血流量啊 比如说观心病的急性发作期缓解心脚痛的药物 像射箱保心丸之类的 是帮助我们在急性发作的时候缓解症状的 而不是长期服用 那我们给大家服用的中药或者叫汤药 是在非急性发作期 是帮助你补充气血 经络畅通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不再发生淤堵的现象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从事中医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诊疗工作 已经40多年 加入这个平台呢 是为了给大家科普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知识 希望大家呢 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 有心梗脑梗 关心病 血管堵塞 颈动脉斑块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些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 尽管告诉我 我会在闲暇时间给大家做解答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感想